8月5号的苏州站,然后8月12时三将会在新加坡,然后9月的时候会在宏馆香港的。明天其实就开始宇宙了,然后年底其实就会来到上海了。 子琪今天来到香港,呃,不来到香港,来到... 从香港来到上海,感觉这边的天气跟香港比会怎么样? 其实我觉得这边天气很好,因为这几天那个天还蛮蓝的。 我前两天因为趁着妈妈生日嘛,所以我们去了拜外婆,然后当天其实那个天就非常的蓝。 对,然后其实我也非常开心就是这一次能够趁着工作,同时也回到上海跟妈妈一起去,就是有一个生日的聚会。 因为她其实在上海有很多的亲朋好友,可是因为她常年就是住在香港,所以她这一次也是非常开心能够生日在上海过。 那今天刚刚去到我们的会场看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吗? 其实我觉得今天非常多的,呃,很亮眼的一些明星在这里,然后我感觉我自己呢,在电影上面的贡献只能就是主题曲了。 所以我今天也带来了一首《太空旅客》里面,我特意为这个剧情去创作的一首主题曲叫做《光年之外》。 然后我希望各位演员们平时他们在这个电影的拍摄里面,大家都是很辛苦嘛。 所以今天就可以为他们表演一下。 那之前你也说过,就是有这样很多这个唱主题曲,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愿望是可以触变大荧幕的? 其实出演大荧幕上面的角色呢,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任务。 我希望真的自己准备好了才去做这个事,不然的话我就搞达了别人的电影不太好。 好,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?现在就可以问了。 这边有吗? 没有问题哈? 好,那我们最后来拍几张。